美国是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,在很多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,但是美国的加州却一直闹着要独立,这让美国很不省心呢。 这个加州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呢?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。 首先,闹独立就需要足够的底气和一定的资本。 加州是美国经济最发达的州,也是世界上六大经济体之一,如此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它提供了资本,同时加州在农业方面也是最发达的。 它不仅拥有丰富的物产资源,美国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水果和坚果都是它生产的,还有三分之一的蔬菜和八分之一的总农业产品,就连声名远洋的苹果公司也在加州。 加州还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,是美国第三大的州,在它的西边有漫长的海岸线,就是独立了之后也不会被美国封锁住。 而且加州有着三千多万的人口,移民众多,是美国目前人口最多的州。 美国是个移民社会,加州之所以成为全球最发达富有的地区,离不开这些优质移民。 他们要求独立也是因为有了充分的动机。 2016年,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新鲜出炉,特朗普以276票的优势赢得了美国总统。 但是我们知道,投希拉里的人数其实是特朗普的两倍。 作为美国人口最多的州,在希拉里赢得的290万选票中,加州贡献了大多数,但是最后的结果却让加州人感觉失望。 虽然加州已经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闹着要独立,但是美国宪法明确规定不允许各州脱离联邦闹腾。 如果加州闹独立,闹得太厉害,美国政府可能也会采取像镇压孤星州、德克萨斯州那样的。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? 好了,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。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。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。 喜欢我,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